你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和花莲县健身中心业者 举行了特约合作联合签约仪式 新疆徐政卫亲自出席签署 期盼通过公司协力方式提供县府同仁运动健身平台之外 也借由科技体势能检测 及时提供员工的健康建议 让全民运动成为花莲的日常 花莲县政府25号上午在本县健身中心 业者举行特约合作联合签约仪式 新的选业表示花莲是全民运动的体育大线 相信更是热爱运动 整个户外就是全民的健身房运动场 然而在照顾花莲县政府推动 以及进步努力的同仁 在工作自己下班之后 在晚间或是天气不佳 能够有事宜且更多的运动选择 希望他们能够多参加利用合作场馆 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 守护着花莲推动花莲的健康 以及进步城市 我想对于花莲县政府的同仁 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因为这些都是默默的推手 所以无论是警察 消防 甚至高危的工作群 以及我们的老师 另外对于县政府的一级二级的 所有的同仁 我们都把它包含进来 所以就是希望在工作之余 在工作白天的时间 没有办法到外面去这个健走 或者运动的同时的时候 下班以后能去哪里 守护他们的健康 疏解他们的压力 现在许中卫同时也宣布 从113年起将扩大员工健康检查的对象 包括御用人员 临时雇用人员 代理教师 以及代理教保员等人员 交年满14岁以上 且连续在县子机关任期满一年以上 都将得到每两年一次的补助 健康检查四千百元的政策 以及支持 此项政策将为所有花莲新政府的人员 能够纳入 希望大家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 记得就会发生了